针对中游鸿毅宿舍的未来规划 高雄市议员李梅增在总咨询中 会议市府在洗银台积电的同时 也需要加速解决宿舍房地不合一的问题 更要确保援助户的居住权益 我们希望说市长现在的这个劳工住宅 是不是要赶快解决房地不合一 经济部在85年的时候就同意土地让送 那我希望说市长是不是要承担起您的责任 干脆就就地让售实现他们的居住正义 怎么样能够这个方案 其实我前天也有跟中游提到这个事情 是不是要让售然后再配合都更工办都更 那在荣基或者在这个整个规划 我们市政府来配合 让售是他们最大的需求 就是希望就地让售 那你刚刚有表现你的诚意 那我也期待哦 期待您可以一起努力 而市长陈其麦达讯时也提到 市府也密切地关注讨论解决方案 未来朝向就地改建或安置来处理 另外针对流行音乐中心的活动 李明珍也希望能够多加扶植高雄在地乐团 让高雄的团体都能够到这新盈的场域来表演 那个流行音乐中心高流 不要沦落像他们这样的操作手法 然后再来在地的乐团要扶植 那不是说只有在那边干销的 你才跟你有互动的 然后讲真的可以撼动 现在年轻人讲那种不入流的话 才可以是你栽培的对象 而且你才给他们机会 李明珍强烈的要求是否未来在办理三观活动时 要避免乐团演出时的脱续爆出口行为 确保演出的品质与素质 也带给青年朋友正确的价值观 记者李嘉隆 潘文玉 高雄报道